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没有担当没有责任的男人吗 强势的女人我特别反感 第二任老公一对三呢 我后来不好了 跟他来好 跟我不好了 转身离开 甚至是切断和他一切的往来 这才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自我保护 所以说第二次婚姻必须得分 再婚花销打分配 女士扬言花男人钱 一提钱吧有点 我就觉得有点太熟了 那一年轻人结婚 那不都是让父母资助一下 但是我条件不与你情况下 我也不能打中脸去冲胖子去 跟钱没有贵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问题都考虑了 但是对方你得考虑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本期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电视剧线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那么我呢 就是一心为你寻找幸福的主持人孙霞 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真正的爱情是相互的吸引 不是控制 更不是占有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是小金导致为您促成美好奄远的小红娘文文 同样欢迎密室里边的几位女嘉宾 嗨 大家好 一号女嘉宾你好 毛泪了半辈子 现在想做你零食小公众 欢迎二号女嘉宾 我要用我的温柔温暖你的心 大家好 我叫王丽 三号女嘉宾你好 活到老 学到老 养生也要到老 我的名字叫童鱼 欢迎四号女嘉宾 自会与美貌并存 我期待我的爱情 俗话说呀 岁月是把杀猪刀喊 岁月把我们曾经的青春带走了 但是我发现很多来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 虽然上了年纪 但是他们依然神采一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男士就是长得非常的年轻 接下来咱先看看他的照片 这个造型一看就有点像那个时候广州人 就是那种打扮 看着头穿着喇叭裤 而且在展会上应该是生意的吧 同时能够看出他这种朝气蓬勃 唯我独孙 帅 年轻 来吧 接下来咱有请男嘉宾上场 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运动好养生的沈阳老吴 好 欢迎您 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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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气 帅 男嘉宾一看您就是一位时尚男士啊 从上到下打扮得太精致了 就是真的太精致了 像模特是不是 您这身 你有样 您这身得多少钱 也得千八百块钱 那早前压力就行 那以后也得穿便亮 连衣服在裤子全算上带鞋 200块钱 啊 别事 看着挺高的 我跟你讲 我就最少啊 我就看着这一身下来 我说最少得一千多不到两千左右 对 穿他身上就像郭千那种感觉 对啊 要别人就说行走的衣架 咱们男嘉宾就是行走的衣架 那流动的风景啊 太时尚了 有人说你胎儿没 穿衣服什么的 那倒没有人说 但是我觉得我是 因为现在你穿得利润点 对大家也是尊重 接下来咱先看看男嘉宾生活中 到底是啥样啊 9-1-1-5号男嘉宾吴函 67岁 水洋人 李易 身高1米76 孤租房 儿子已婚独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函 大家能看出我今天已经是67周岁的人了吗 别人都说我如果不看脸的话 只看身形 我就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 保持这样的身材 跟我生活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我喜欢运动 每天都要走20华里左右 早中晚家下来得三个小时 除了走步 每天我还要建设坐 10多个俯卧撑 压压腿输筋活血 其实保持这样好的身材 跟我有另外的一个秘诀 有很大关系 就是养生 我们家是熟乡门地 父母都是医生 舅舅也是中医 所以我对吃和养生特别注意 我不抽烟不喝酒 绝不吃烧烤火锅等健康不利的 我这个人有点小缺点 就是不爱收拾煮 不爱做饭 但是如果要是对方让我干的话 我也能干 我能遇到你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男嘉宾有很多优点 但也有致命的缺点 不爱做饭和不会做饭 是两个概念 您是属于哪一种 我是不爱做饭 不爱做 就是谁 你本身你生活每天还要吃饭 对不 所以说做饭也能做 但是不爱做 之前我们看到您那个照片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做生意的时候照着照片 对对对 那时候他也参加那个广教会 我叔叔可是经历大风大浪的人 对对 有起有落是不 你做生意吧 当时是顺风顺水 也可以说是灰心如土吧 后来你投资失败 失败了 现在就是落得这个结局 但是很正常 那你不也辉煌过吗 对对对 也曾经辉煌过 来吧 这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一个男士 他的阅历非常的丰富 相信他的感情也能非常的丰富 这样啊 咱和秘诗里面的女嘉宾联爱线 看大家对您的印象如何 来 一号女嘉宾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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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去职场挺年轻 那男嘉宾之前称多少钱呢 就现在如果说您是倾家荡产 不至于吧 那倒不能 因为我认为每个工资 还有差不多四千块钱 所以说只不过是生意的那部分失败了 对对对 那你凭此爱运动爱走步吗 我每天都得最少都得二十立炉以上 就去什么地方走啊 就在家附近呗 男嘉宾你好 我是二号女嘉宾 你好 从老板到现在 你的心态还是挺好的 让我佩服 那必须对 你那时候灰心如土 怎么个挥法呢 就比如说 怎么能表现出你特别豪爽 比如说每天吃饭 旁边在一块吃饭 花销也挺大 九十年代的时候 一顿饭最多的时候也两三千 两三千 半年 那个时候大概我们的工资 能二三百三四百这样吧 对对对 那如一工资一般就是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 那就已经是谁高收入了 一顿饭吃进去一年的工资 而且是几乎就是天天 你花费那么多 都赶上我对劳保工资了 就想问一下二号嘉宾 男嘉宾曾经灰金如土 你会有所担心吗 不担心 因为男嘉宾不还有那个生活保障吗 你会有三千多块钱工资吗 你怕怕他花钱花习惯了 然后收不住手 不能 没事 男嘉宾喜欢平平淡淡地生活 我也喜欢平平淡淡地生活 您不会做饭 我会做饭 我是做越少育儿少的 其实我二号阿姨啊 就王力也是我们老嘉宾 我对她特别熟 她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 而且特别省钱的一个能手 所以要是说找那个持家型的 就怕自己钱收不住的 你找她肯定没错 实际我现在吧 你看和以前的性格什么 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你现在的生活习惯 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男嘉宾挺好 我是上号女嘉宾 怎么样说你那个不爱收拾屋子 怎么不爱收拾屋子 我这个屋子啊 我是这样 就是隔壮套屋子 少一少收拾屋子 面上瞅吧还行 不一定不是说特别乱 但是啥呢 就是按照我以前那个生活条件 那个时候那就差得多的多 你多长时间查一遍地啊 一般就是两三天 大致查一查 面上查一查 东西随便乱放吗 东西不要随便乱放 菜刀不能放客厅的那个 菜刀肯定菜板 放在菜板上 反正离那个该放的地方不远 对 东西摆放吧 不是说是那么就是有条不稳的 还是啥的 就是想想随手扔着了 随手扔着了 随手用就是很随便 你好 我是四号女嘉宾 你好 男嘉宾听说你当过日语翻译 那么你给我说几句日语啊 嗨 对上了吗 对上了吗 没对上了吗 没对上了呀 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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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女嘉宾您会日语啊 不会 小时候学过什么 我跟我们担心 是对上了 妈咪没嘛 您说了 这是不是央语里的ABCD 以AFC啥的啊 对 就是那个 好像赤膜啊 初学 初学 玩什么随风 啥但是吗 但是也行啊 是不是你看像我们听都好多 哇 你们对上话了 所以说男嘉宾说 I love you 对上说 three 男嘉宾很优秀 没有了 好 来 谢谢我们的四号 男嘉宾已经和我们秘书里边的 四位女嘉宾对过话了 那男嘉宾要从四位当中 首先选择一位上台来和您聊聊天 您也可以听见我们二位的建议 看看选哪个比较好一些 来 你看咱们四位姐姐对你赞赏有加 咱从一号姐姐开始说 她最先把对你的运动 首先看到的是你的身材 是吧 通过运动能够知道 你是一个非常有健康生活方式的 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 一号姐姐对你特别感兴趣 二号姐姐和你谈了那么多 生意以及人生当中的大起大落 我觉得可能是在思想的结构上 和生活的料理上 她对你可能要更关注一些 按序号吧 一号和二号我觉得对你特别感兴趣 我觉得二号肯定是首选了 因为我比较了解她 就嫌弃两母亲没有啥别的可质疑的 然后一号呢 我是觉得她比较小公主 性格也比较可爱 就是你要想找性格上要有这点 就比较好玩的 跟她在一起比较有乐趣的 你可以想选一下一号 从性格上来讲 你要纯是过日的这种 那二号肯定是胜过所有女嘉宾 那么男嘉宾最终会选择谁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着选择我在这里等你 养生达人现场展示 不料遭遇临时危机 这个韧性啊 这个非常好 韧性特别好 一般人现在做不到 好像我也达不到 对了 就是一旦生气了 给点吃的就不生气了 就生气了 吃点东西 那不吃 那垃圾食品不吃 男士自爆情感经历 是啥做法备受质疑 有时候对自己这个妻子 有些地方就有点不满意 你是属于男人有钱 就变坏的初级阶段吗 是一个没有担当 没有责任的男人吗 对这个强势的女人 特别反感 不要走开 爱着选择 稍后更精彩 细讯各大细讯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震撼上市 真正做到打电话不要钱 不插手机卡 不用电话费 免费畅游 为快速抢占手机市场 原价3980元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今天只要您看到宣传 打进电话抢先体验 只需超低价299元 你还等什么 请立刻来电 立刻来电 您好 叔叔阿姨 这是我们通行城上市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它里面加装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管您是打试话还是打长途 通通都是不要钱的 打电话不要钱 不可能吧 我不信 叔叔啊 我这绝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内置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需要卡手机卡 只连接WiFi 通过网络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打电话当然是不要钱了 那现在你把你的电话卡爬掉 打我的电话试试 好的 我取出手机卡 只连接网络 打开我们内置的通话软件 我的手机号是178 通了 真的通了 看来这打电话免费 是真的 对的 对的 我们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利用智能互联技术 无论您是在何时何地 只要处于联网状态下 不需要插手机卡 也不需要插网卡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内置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当然不会产生任何话费 那免费上网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它内置一个高科技 WiFi免费上网模块 无论你上什么网 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它更有语音天使功能 不论你是想拨号 想看视频 还是想听戏曲 相声 只要说一句 马上就可以打开了 通话不要钱 上网不要钱 这一年呀 光这上网费和电话费 都省省好几千块钱呢 没错的阿姨 而且我们第六代重新发布 正在电视上举办 大型体验活动 原价3980的第六代 三尺智能手机 现在只要超低价299元 而且现在打电话的观众 加199元 我们再加速 价值1680的 满天心金钻表 按着选择 等你来选择 接下来有请男嘉宾 做出您最终的选择 首先您会选择谁 一号 一号女嘉宾 接下来咱先看看 一号女嘉宾的照片 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了 一个非常优美的词 叫月朦胧 鸟朦胧 看不清啊实在 反正是鼻子的轮廓都看不出来 反正就是能看到是一张漂亮的脸 照片排得不太清楚 也看不清楚 女嘉宾长得啥样 来吧 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位女嘉宾 何不何不男嘉宾的要求 掌声请她上场 谁让你对我好 我愿意做你的零食小公主 大家好 我是叶桂秋 欢迎您您好 你好 男嘉宾认识一下 你好 你好 感觉她挺纯朴的那种 普世 十加过日的那种 你嘉宾你紧张吗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我感觉 我头一回那个什么 头一回 当着舞台 就找老伴来了 对不对 找老伴 所以被紧张放松 好不好 素质挺好 也是能过日之人 挺老实的 来吧 女嘉宾 其实看得出来 您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女士 因为您平时好像不怎么 才去打扮自己对吗 平常不怎么爱打扮 就是鞋的时候还行 其实女嘉宾应该是 好吃不好穿 一般我们都是拿吃喝穿来比 你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 好吃怎么个吃法啊 女嘉宾 你像男嘉宾是吗 一顿饭吃两千 太费钱了 那没有那条件 老百姓生活嘛 没事日子挣点钱 就买零食吃嘛 你最爱吃零食是啥呀 爱吃水果 水果就是零食 看不出来开了 我感觉好通常比我还那一天 来吧 女嘉宾一上来 灌了自己一个名叫零食小公主 无一说零食 比如说什么那个小食品算吗 就毛克瓜是啥也买 毛克瓜就是洗糖啥 经常吃这些对身体好吗 这正常 那不吃 那垃圾食品不吃 多少吃点 尤其是肝果类的 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因为正常一般谁都可能有点零食 爱吃点是吧 对今天我也是 来吧 那咱看看 女嘉宾到底平时吃那个小零食都是啥 9976号女嘉宾 叶贵秋 是洋人 57岁 离异 身高1米60 退休后工作 有住房 大家好 我是叶贵秋 这是我的小家 我平时就喜欢看电视 听音乐 偶尔还唱上歌 别人都管我叫零食小公主 我喜欢吃各种小零食 比如瓜子水果啥的 如果生气了 给我买点好吃的 我马上就好了 离婚之后 我买了间房子 虽然屋不大 但是很温馨 是我必放的港湾 虽然我退休金3300块钱 但是我是闲不住的人 又打了份工 在物业做保洁工作 约将近2000块钱收入 以前我喜欢逛街买点漂亮的衣服 现在也没有时间 希望找到另一半以后 那些买了一红 估计一会儿 它也能就好一些 是吧 你来一句话呗 比如说真的是对方生气了 然后现在你给人买好吃的了 给他拿过来 你会怎么说呢 别生气了 吃点东西 慢慢慢慢心里平静 这问题就解决了 从里口脸那种感觉 没有微笑那种 来吧 我跟你讲 男嘉宾是特别懂得养生的一位男士 他平时都做一些拉筋的运动 经常一寸延寿十年 对 也就是说你经常拉筋 对这个身体非常有好处 这样您教女士两下呗 我们也跟着学学 看平时应该做哪些拉伸的动作 好多好 好 好 胖地 女嘉宾胖地腿伸直 使劲 好抬起来 太 哎呦 天呐 这叔叔腿都没打弯啊 唉 这真的 太赖了 哇 天啊 发现男嘉宾这个任性啊 这个非常好 柔任性特别好 这参与他做不到 好的 谢谢 如果要是咱们镜头给女嘉宾的这个侧面的话 你会发现男嘉宾是特别直的 那女嘉宾是S型的 是吧 好像我也答不到对吧 男嘉宾也教了你一些养生的一些方法 其实除了工作之外 在家也应该多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 对不对 来吧 彼此见面了 打个分数吧 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100分吧 你给多少分 90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90 好 接着留钱 这两位咱们坐一会儿慢慢聊 来 有钱 够狗 这长得95分以上 这怎么还打工不退休了吗 不买房子嘛 贷款嘛 就是工员退休呗 工员 工员退休 完了就是退完休以后吧 现在每天还去工作 菜一块多 原先就是住房困难嘛 买件房子 玩点啥 就是外边欠点 跟孩子借点干的 你是男还是女孩 我是女孩 是女孩 女孩今天多大了 今天33了吧 33了 也都结婚了呗 结婚了 也在谁啊 也在谁啊 对 你的一般所有条件是 要求对方是什么条件呢 对方啊 正派人 没有啥 那个 玩不鞋道心 好的 接下来咱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把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好 当年工作好 您长得还可以 所以我的人也不少 后来进行介绍阴瑟的前妻 但是婚后发现我们性格不合 总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当时我也比较年轻 另外挣点钱 自己不到怎么的好了 所以就提出了跟她分手 您是有点大难自主意吗 稍微有点 生气了就走了 晚上再回来 因此这矛盾也没有解决 所以分手以后呢 对她伤害也不轻 现在回想起来呢 也有点遗憾 我天天看节目 看爱的选择 我也是爱的选择的粉丝 看到那里的很多人 所以说我觉得挺真实的 我就想找一个皮肤白一点 个人在一米六左右 比较温和 稳重 这样的一个女士为伴 男嘉宾对温柔善良的女士 印象很深 在我们节目当中 有符合您要求的一位女士吗 还是有 之前你那段失败的婚姻 您总结出什么经验来没 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性格吧 性格不是那么太柔和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 对这个强势的女人 我特别反感 因为我这个人本身 就是啥 属于比较中性的 我也不是这么强 我也不弱 我也不爱气眼 不爱发脾气 但是啥呢 对方爱发脾气 我受不了 那生命的男人 没有担当 没有责任 担当和责任感都差一点 您受不了 表现啥样 他厉害了 我就不知声了呗 您不知声 或者是我就走了 除去了 除去还回来不 回来 我是二号女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跟那个前妻吵架的时候 是你一吵架 你就出去扭着去吗 一般情况下就是小草的话 一般不出去 实际上草的对方 比如说不太不依不摇的情况下呢 那我就躲一躲 那留到回来以后还怎么解决呀 回来以后呢就是能谈就谈 不能谈就放他们 也没什么大事 不能谈 然后还能 还得隔夜呗这仇 那都不存在什么仇不仇了 只不就是脾气性格 那你男嘉宾 忌讳你呀 你也不红 他不得 你不就放到第二天了吗 对呀 放到第二天 也就不了了之了 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呗 睡一宿觉就小花了 对呀 完了就慢慢积累呗 不定哪天又遇到啥事 又那啥 又勾起来了 又勾起来了 别的事了 别的事 那不越发越大了吗 对 但是脾气吧 一般情况下 都没有什么太大 因为我这也比较 就是啥呢 对这发脾气 比如说我先发脾气了 我发了脾气 因为也不是什么大脾气 说两句超了 就拉倒了 二号女嘉宾 您啥脾气 我属于温柔 善良 小女人那种 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 是一个没有担当 没有责任的男人吗 我不是 我是有担当 比如说两人之间比较默契 比较谈得来 性格各方面都比较合适 那我也会主动地去沟通 去交流 二号女嘉宾 反复问你这个问题 是因为你刚才说了 遇到问题了之后 你可能是说 不想要爆发 那么冲突的矛盾 然后你就出去了 回了之后呢 可能隔一天 不了了之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出去了是对的 因为不发生直接的 这个尖锐的冲突面的 伤更大的感情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不回来 把这个问题给它消化掉 这一点点的小疙瘩 一个两个三个 积攒在一起 一个大的爆发 可能就不容易 那么好的解决了 所以你出去了之后 回来 还应该理顺一下 这个问题 当初是不能改 现在 要按现在事是能改 你认为脾气 什么样的女士 算爆脾气了 比如说有点事了以后 就发火了 不发火 温温可能哭行吗 那行 那可以 对 因为女人 她一哭了以后 你心就远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越发火 我一看我也操不过 我就躲你这儿吧 我不跟你操住 我不会冷战 我就直接就得我 一号女嘉宾 你生气的时候啥呀 都能不愿意呗 都能 麻烦的话呗 这不算 就是你 操操 对 就是操操喊摔 这样的 甚至打 这样的就是一皮包 就是你正常 赌那里就是很正常 你年轻爱赌呢 平时都赌呢 最爆皮 到什么程度 摔东西 摔的最大的物件 破坏过的最大的物件 是啥 那要想过就是摔 不值钱弄一本 那想过 不想过就是摔 值钱弄一本 你摔的最贵的东西是啥 那你也是遇到原则的问题 对 说一般的情况下不至于 因为原则有问题的时候 对 我性格上比较那啥 反正有啥 懂得啥说啥 之前你在摔了摔完 那之前的婚姻 是不是您经常跟对方吵架的时候 就有俩子说离婚 未经常说 对 这个是常挂在嘴上 不好就分没 不好就不过来 那你是内心真实的想法吗 也确实也想分手 因为性格合不来 他就是沟通有时候甚至不好沟通 你觉得经常跟对方提离婚 会伤到彼此的感情吗 我觉得是还是 还会伤到一些 往往可能离婚 你这是起初比较多危险 男嘉宾你好 就是两个人生气的时候 为什么老板离婚分手放在嘴边呢 那样会伤感情的 是 那当时也是属于年轻 另外你生意什么也挺火 有时候对自己这个妻子 有些地方就觉得不满意 你是属于男人有钱 就变坏的初级阶段吗 倒不是 这没有本质性的改变 是的 有那种犹豫的 二号你嘉宾就说 可能你没有责任心 也许就因为这方面吧 这个责任心嘛 就是从现在来说 就从我现在这个经济状态 各个方面来说吧 现在就是 就希望把你安稳把日子过好 你要说我叔叔没责任心吧 也不对呀阿姨 那个叔叔呢 离婚的时候呢 他也相当于当年啊 相当于净身出户 把所有的财产也都留给前任了 而且呢 叔叔在短片里 一再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 其实他是有内疚的 内疚是在婚姻当中处理问题 他是没处理明白 但是你要说他没有责任感的话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片面了阿姨 挣钱老做外头8.9.10 人的媳妇就不愿意了 其实男嘉宾刚才我问到的时候 我说是不是男人有钱就变坏 你这时候出击这段 他承认了哈 但是他也有半开玩笑的意思 只是我感觉是 他那个时候有钱了 人有点飘 不露地了 能有是这种感觉吗 对有那么点 也是一种年轻气盛 而且事业正刚红的时候 大起大落都过去了 现在心情也平静了 对有些问题也比较反复反思吧 总觉得现在就是 到了这个年龄段 应该找一个就是比较情投意合的伴 后半生好好跪 其实婚姻生活当中 为什么说离婚这两字那么的伤人 是对对方的一种否定 因为不想和他再进行交流了 你关闭了自己的大文 你才想提出来 离婚甚至有什么 随身转身走开的这种可能 所以对对方的一种否定 和对对方的一种 关闭心扉的一种行为 在离婚两个字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对于对方来说 久而久之 已经是把它排除在外的感觉 那你想想 他的火气感有多大 他在想和你进一步交流的 可能性还有多少 所以这道伤痕是特别严重的 我就是我想办这事 我指定得办 一号女嘉宾 您在和对方争吵的时候 说过最狠的话是啥 臭味和脸 这说过的狠话 反正好像你也不怎么说 一般你都砸东西 其实我觉得吵架 就有的时候说 有的人吵架有脏证 但是有的时候 你妈最痛点说人家 比那个脏字还狠 就是有人有一句话说 当着矮人不说短话 就是这意思 可能夫妻之间吵架 都会放狠话 但是这个狠话 你放在什么位置上 是很重要的 来吧 咱们也看一看 女嘉宾的情感经历是啥样的 临时公主经历丰富 废止感情太随心所欲 我学着 她也不可能让她打我啥了 那我就不找她 不是你这句话说 我放在外地 就是挺轻易的 闲得寂寞了就回去 所以说第二次封印就是这三年 自暴三段感情经历 众人听闻太生气 第二任老公一对三呢 等我后来不好了 跟他来好 跟我不好了 女人也好 男人也好 对这方面 你应该是果断一些 转身离开 甚至是切断和他一切的往来 这才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 非常好的自我保护 不要走开 爱着选择 稍后更精彩 打进电话抢先体验 只需超低价299元 你还等什么 请立刻来电 立刻来电 您好 叔叔阿姨 这是我们通信城上市的 第六代三十智能手机 它里面加装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管您是打试画还是打长途 统统都是不要钱的 打电话不要钱 不可能吧 我不信 叔叔啊 我这绝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第六代三十智能手机 内置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需要查手机卡 只连接WiFi 通过网络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打电话 当然是不要钱了 那现在你把你的电话卡拔掉 打我的电话试试 好的 我取出手机卡 只连接网络 打开我们内置的通话软件 我的手机号是178 通了 真的通了 看来这打电话免费是真的 对的 我们的六代三十智能手机 利用智能互联技术 无论您是在何时何地 只要处于联网状态下 不需要插手机卡 也不需要插网卡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内置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当然不会产生任何话费 那免费上网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它内置一个高科技WiFi 免费上网模块 不论你上什么网 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它更有语音天使功能 不论你是想拨号 想看视频还是想听戏曲 相声 只要说一句 马上就可以打开了 通话不要钱 上网不要钱 这一年呀 光这上网费和电话费 都省省好几千块钱呢 没错的阿姨 而且我们第六代重新发布 正在电视上举办 大型体验活动 原价3980的第六代 三十智能手机 现在只要超低价 299元 而且现在打电话的观众 加199元 我们再加速下至1680的 满天心金钻表 咱们也看一看啊 女嘉宾的情感经历是啥样的 我这大半辈子 用四个字形容 太坎坷了 我有三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婚姻中 我前夫没有正式工作 我出钱了 做了点小板门 但她却挣不了多少钱 我总说了她 说话有点狠 伤了她的至尊 她每天酗酒 每天到一斤半白酒喝 喝完这耍酒疯 这样情况下呢 我就受不了她老耍 完这就提出离婚了 离婚一年后 我认识了一位男士 他对我非常好 经常跟我买吃的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她在大外来了一位女士 两个人站一个办公室 看到她们亲密的工作关系 我的处产的都打翻了 觉得她俩一定有问题 最后我俩就不了了之 分手之后呢 我就回到了前夫跟前 他就老喝酒 喝酒之后呢 他就去世了 去世的那我就 认识了第二章 我们相处一年之后 登记结婚 刚开始的日子还算甜蜜 可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发言她和她的前妻 还有我的同事 有不正当的关系 我们总业这事吵架 最后选择分手 你家宾啊 刚刚说了 说你在吵架的时候 会不会放狠话 你说不会 结果你第一个丈夫 就被你放狠话 伤自尊了 行 我们年轻前 那么什么嘛 都比较困难 生活条件都不好 我看她也 一点生活能力也没有 这么是 我说她的这句话 她也啥 也那个 起眼 就是不爱跟我 在一起生活 所以骂到最后 你前夫只能 借酒消愁了 最后也导致了 这段婚姻破裂 女嘉宾 我想说一下 就是夫妻之间 相处的过程当中 首先一点 应该尊重对方 因为你尊重了 对方之后 对方才能够尊重你 比如说在我们 日常的生活当中 如果用过多的语言 说你啥也不是 你什么怎么怎么样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就是人都有一种 什么样的效应 就是你期望 对方是什么样的 他就奔着你所说的 那个样子去了 所以生活当中 如果要是学会鼓励 学会欣赏她的时候 她一定会按照 你所欣赏的那样子 慢慢地往回走 分手就是分手的 不能再来往 其实这一段 可能是你年轻的时候 经历过一段婚姻 然后之后的感情 我发现你是 接二连三地 怀疑你丈夫出轨 不是怀疑 是这种事你抓着了 我没抓着 我看那个 就是那个 想法 说那个什么 你习惯就能发现 就和咱俩刚在一起 只要往这 刚认识点 就两样 所以说第二次 婚姻 就必须得分手 就比如说你第二次 你怎么发现 人家有问题 后来 大卫去一个女的 个儿搞 大个儿当得挺好看的 我说她就有点心 跟她比较好 好像好关系 这个女的 就是没出现之前 她说她舍得给我买吃 买穿的 买点 要是说上她 爱吃啥 买啥 后来我去上办公室 上那家找的 她不捞面 我跟她那个办公室 说出门了 出门了 七十天 就在她们 在一起 站屋坐 或者是 上卫生间了 或者是出去 干嘛 有意回避你了 有意回避你了 那你都觉得你不要再来找她呢 你们之间 那个时候的关系是啥关系 在一块儿住了吗 在一块儿住了 没有组件 没有组件 就是她不出面处理这个问题 全是由那女的出面去来 处理这个问题是吧 所以你就觉得她 后来我一行 她也不可能再搭我啥了 我就不找她 不是 你这句话说 放了就不爱听 您当时跟她分开的原因是 你觉得 她有这个女的之后 也不给你买吃了 也不给你买穿了 你觉得之后 她不能再搭你啥了 所以她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是这意思吗 那倒不是没有存在必要 我讲 她只要不交我都没有用了 也没找我 也没上大位 也没上家 我就行 她就说啥 看事看的可能是挺淡的 就是挺轻易的 就是在这个期间 你又回去找你前夫去了 对 这个到我那行 我就一个月去看孩子 一个去两趟 回去几年 虽然你没复婚 又决定生活在一块儿的原因是啥呀 说没有合适的人情面子吧 闲得寂寞了 就回去 找孩子看看 看看孩子 往这儿没事 她俩对我挺好的 我说也没有合适面子 也没有合适的关系 就跟她又在这儿生活呢 不好说 看她的表情不一定 第三段感情 这个很奇葩 这一年都您看 说你们之间没有夫妻生活 那是以后就是她老婆又找她了 她老婆看了灯 以后她原配又找她了 我晚到外还有个出纳园 跟她背会儿交往 我跟他们就随便在一起吃喝玩了 那相当于你老公 第二任老公一对三呢 然后回家还跟你是夫妻 是吧 跟我后来不好了 跟他来好跟我不好了 是这样啊 女嘉宾 你两一段婚姻 我觉得越触越奇葩 就是你当发现 她跟前妻有问题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跟她非常 非常严肃地聊一下 怎么回事 你的婚姻生活当中 居然可以出现两个人跟你争宠 最后你还说你失宠了 不就这么事吗 是吧 那个汉玫姿 不是 不是 那她不告诉我 你不知道 你是后来知道的 后来知道 其实有 我按道理来说 你作为一个女人 男人也好 男人也好 对这方面 你应该是果断一些 不要在这种 果断迟连的这种 乱了 不行 如果一旦婚姻生活当中 出现了对方背叛你 在这样的关系里面 那你首先 你要知道一点 要尊重自己 自己的尊严是自己给的 因为生活当中 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一定找找 我们自己身上的原因 转身离开 甚至是切断 和他一切地往来 这才是对我们自己的 一个非常好的自我保护 可能他不给他花钱了 那如果你再找的话 你最注重看对方哪一点呢 人 就我能说 你碰到这两个都是渣男吗 她的就是啥呢 遇到这个对方吧 比较随便 她的这个人 也是比较 对这个事 就是属于默许 看到有时候 就像没看到 对这事 没太认真去看 如果认真的话 就是要不就继续过 要不你就 你外边的人就分手 不可能 立刻分开 对呀 不可能这么这种 就是他那种生活 就是比较 我就说 乱了 所以希望阿姨 在今后 在爱的选择 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一定要有自己的标准 好不好 当然这一场相亲 接近尾声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跟女嘉宾 这么着急 我想说的是 你可以遇到渣男 但是你次次都被渣男 渣到 就说明你的问题 这个男人可以和两个女人 同时搞这种暧昧关系 就证明他根本就不愿意放在心上 有你没你都可以 即使跟你结婚了 也就是说 他不在乎你的同时 你是没有底线的 他认为怎么做 都触碰不了你的底线 你都不会跟他离婚 这是他的一个信心 或者是 我就有这自信 我外面怎么玩 我媳妇不能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在生活当中 有些时候 该严肃的地方 该触碰你底线 就不好使的时候 你应该表现出来 来吧 接下来我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 好的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稍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吗 情赏和自赏 三观 都有点 好的 接下来男嘉宾 你还有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女士公布走偶标准 离异上偶区别对待 离异的好像是有点看法 可能是咱们自身的那种虚拟 至于说 这些几段婚姻 那都不是什么主要 关键是人 所以说担当稍微能差一点 再婚花椒 咋分配 女士扬言 花男人钱 一提钱吧 有点 我就觉得有点太熟了 那一年轻人 结果那不都是让父母资助一下 但是我条件不如 以情况下 我也不能大肿脸去冲胖子去 跟钱没有贵 我要有一笔局形 我最起码 我还能度个晚年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问题都考虑了 但是你对方也得考虑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 稍后更精彩 细讯特大细讯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震撼上市 真正做到打电话不要钱 不插手机卡 不用电话费 免费畅游 为快速抢占手机市场 原价3980元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今天只要您看到宣传 打进电话 抢先体验 只需超低价 299元 你还等什么 请立刻来电 立刻来电 您好 叔叔阿姨 这是我们通信城上市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它里边加装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管您是打试话还是打长途 通通都是不要钱的 打电话不要钱 不可能吧 我不信 叔叔阿 我这绝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内置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需要插手机卡 只连接WiFi 通过网络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打电话 当然是不要钱了 那现在一把你的电话卡爬掉 打我的电话试试 好的 我取出手机卡 只连接网络 打开我们内置的通话软件 我的手机号是178 通了 真的通了 看来这打电话免费是真的 对的 我们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利用智能互联技术 无论您是在何时何地 只要处于联网状态下 不需要插手机卡 也不需要插网卡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内置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当然不会产生任何化费 那免费上网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它内置一个高科技WiFi 免费上网模块 无论你上什么网 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它更有语音天使功能 无论你是想播号 想看视频 还是想听戏曲 相声 只要说一句 马上就可以打开了 通话不要钱 上网不要钱 这一年光这上网费和电话费 都省省好几千块钱呢 没错的阿姨 而且我们第六代重新发布 正在电视上举办大型体验活动 原价3980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现在只要超低价299元 而且现在打进电话的观众 加199元 我们再加送价值1680的满天心金钻表 每天仅限100个名额 先到先得 送完为止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真没想到才299块钱 就抢到了这么好的智能手机 而且加199块钱 人家还送满天心金钻表 这次真是简直大便宜了 这么好的智能手机 竟然才299 关键是加199 还能送满天心金钻表 实在是太划算了 不插手机卡 不用电话费 不用上网费 让您既省再省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震撼上市 为快速抢占手机市场 原价3980元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今天只要您看到宣传 打进电话 抢先体验 只需超低价 299元 299元 买到通话不要钱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299元 买到上网不要钱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299元 买到超大屏 母G网络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活动即将结束 请立刻来电 好的 接下来男嘉宾 你还有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2号 2号女嘉宾接下来 再看看2号女嘉宾的照片 来 又是一张老照片 满满的胶原蛋白 而且是上了颜色的 看看这张 这张 这张漂亮 这真是越活越精彩 越活越年轻 去年20几年18的 那么现在的女嘉宾 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 接下来咱掌声请她上场 你爱我一生 我克户你一辈子 大家好 我是王莉 好 欢迎你 你好 主持人也好 你好 来 男嘉宾认识一下 男嘉宾也好 你好 你上哪儿跟那个男子聊得怎么样了 爱情 我看这个男嘉宾 他对的印象还挺好 女嘉宾是我们的老嘉宾了 而且在这个舞台上 我看到你的蜕变 可以说越来越漂亮 谢谢 谢谢 而且越来越自信了 没错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因为你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次了 遇到男嘉宾也非常的多 你觉得这位算不算是你见过的所有男嘉宾当中比较优质的 应该是 这算是你择有标准里面的吗 这个年龄了应该找一个比较那个诚实的老实的 会过日子你就行 男嘉宾说老人年轻的时候老多人追了 现在追你的人多吗 现在基本不接触社会了 为什么 因为你退休了以后就是在家里头 那你六弯嘛 六弯你不能说见面就跟一天 那不可能的 你没有什么朋友之类的 朋友现在交往的也不多 也不多 就是几乎是单独行动 基本是与世隔绝了 你像有时候吧 像有时候像天天上早事是吧 反正邻居上有的女的跟我打招呼 我就也就打招呼 不打招我就不知事了 所以说这点还行 要不还想问呢 如果真的是找一个比较帅气的 外边追的人都比较多 这日子过不消你怎么办 就这种宅着家里边的行吗 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我就想能接触一下 都有意思看一看 热闹嘛 好的 接下来咱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好 9773号女嘉宾 王莉 60岁 水扬人 上偶 退休后 做育儿嫂 儿子已婚独立 你说吧 只要你想吃 保证能做出来 香喷喷的 要你满意 做饭我可是专业的 因为我目前还在工作 每天都在给雇主做饭 我虽然现在退休了 但是我还在做家政工作 生堂 哎呀 生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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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下得了厨房怎么能行 我还能上得了厨堂 女人爱美 那可是天性 我更是 不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怎么能对得起我未来的老公呢 这是以前的我 现在的我绝对不一样 每天坚持锻炼 为了就是有个最好的状态 来爱的选择再次找老伴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 你就说阿姨省不省吧 现在状态不一样 但衣服还是同样一件 那个红衣服 老省了 所以是非常会生活的一位女士 但是呢 虽然是很节省 但是我觉得她的生活 还是挺丰富多彩的 也没有说咱们想象的那种 影响了自己生活 这样的那种省 来吧 见面了 彼此打个分数吧 男嘉宾首先请 95 女嘉宾98分 接聊请二位 咱们坐一聊聊 有请 他不至于 不至于 但是他背后要想的 谁安忍呢 谁安忍 今年多大 61 61 原来是在哪工作 沈阳物质回收退休的 物质回收 挺大的这公司 61是 61年的 61年 平常 现在还在上班 现在还在做育儿少 但是偶尔做 有活就干 那育儿少 那工作肯定是 相当忙的现在 对 现在都是热门 有白天的 不是 那属于热门的那啥 都是很多家 顾都顾不着人 现在都 收拾大的 还好一点 所以一个经验更丰富 可能是咱们自身的那种虚荣 那一对虚荣的那种 你看这些人 那种虚荣心 都没有好关系了 是没有真情感情的人 跟你 在上电台找什么 他就在做这么新的 接下来在通关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跟前夫是经朋友介绍练习的 一开始我俩感情很好 可是久而久之 我发现他有一些不良嗜好 喝酒打麻将 尤其是喝完酒之后 他就会耍酒分 甚至对我拳脚相加 我不明白好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酒后就会这样 我也曾经一度想过离婚 孩子还是希望有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就默默地忍受了下来 最后我眼无可眼 选择了离婚 但是离婚三年之后 我得知他因为酗酒意外去世 毕竟做了17年的夫妻 一时之间我也难以接受 四年之前我偶然间看到了爱的选择 我就勇敢地报名了 这四年来我一直寻寻觅觅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直到一年多前 我在节目中跟一位男士牵手成功 可是牵手之后我发现 他对我有所隐瞒 他有两段婚事 对于这种复杂的生活 我无法接受 所以选择了分手 今天我再次登场爱的选择的舞台 就想寻一位没有不良嗜好 知我懂我 照顾我的男士 其实女嘉宾 她包括上一段跟我们男嘉宾相处的这段 我们也都非常的了解了 而且到现在女嘉宾持婚姻的态度 就是如果真的跟对方在一块的 她必须要求领证 而且她的第一选择是对方必须要是上偶的 我觉得上偶的男人吧 证明她的夫妻关系能挺好 然后挺尊重女人的 然后离婚姻男人觉得好像不靠谱 其实她不会处理婚姻 所以说才早就 担当稍微能差一点 但是我特别奇怪一点 咱们二号女嘉宾 是我们经常熟悉的姐姐了 生活各方面打理都非常好 你之前是一定要找丧偶的吗 是不是有变化 你的这个择偶标准当中 对 是不是 是一开始能接受李毅的 然后这个电台不见了两个吗 她都是有两段婚姻 她都不属 李毅的 我就对李毅的好像是有点看法 上午的就比较容易好相处 你离婚的全是这些关系够的 嗯 就是你只要有标准通过我们查证 然后查证再夫妇你主要是 就是现在看人你得看啥 这个人的人品为人 至于说这些极端婚姻 那都不是什么主要 关键是人品 那我觉得第二次婚姻一定要慎重 我就挺慎重的 你看我好几年都 都没 但是我一直赞成说的 第二次婚姻一定要等级等级的 不行就 现在我现在的态度就这样 两人一见面一谈一沟通 说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 我想问一下您之前沟通过几个人 咱们比如说相处 沟通过三十个人 三十个人一般是因为什么不行 我这这个问题就是你别提钱 一提钱吧有点我就觉得有点太熟了 谈钱他就反感 那你这个事也不得给问好 男嘉宾呢其实跟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 也说了一件事啊 他说什么呢 说你千万不要跟我谈钱 其实很多男嘉宾坐在这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反感对方谈钱 那不可能绕过钱 所以说呢我们就想给您设置个坎 或者是看一下你对金钱的一种态度 给您设置一场情景剧 看这个剧演的过程当中 你如何处理这一些关于钱的棘手的问题 好不好来 妈 这戳的这书丑形象不错呀 挺好的 那你说你出这么长时间了妈 你说我跟你儿子这事吧 啥时候定下来呀 嗯 在等等吧 那你等啥呀 不就差那个 那个什么嘛 差钱 对 我们俩得买个车啊妈 你从上你儿子下班那么远 然后我天天的风里雨里的 你说我现在不找你又找谁呀 那问问叔叔能赞助点吗 那也可以 那可以几多钱呢 那你买车现在也不能买太差的 我就要个十几万车就行吧 我不想买太贵的 那个这个我现在经济条件达不到那么高 那你刚才说可以啊 那咋还能够买一万块钱拖拉机啊 我不能开拖拉机上板啊 这个吧就是啥 你得就是根据现在你的收入 和你自己现在就是自己有多少钱 这个你得 像我现在虽然说每天我还得生活花销 不是 妈 那一年轻人结婚 那不都是让父母资助一下 那咋的 我跟你儿子结婚 让你资助一下 我有错呀 要为啥结婚呢 妈 你看看这事 咋回事啊 你说 不行咱那放个组 妈 你看你说这话跟我置气呢 没有啊 那你的意思 让我跟你儿子谎吧 不是 因为这熟熟不舍的给你花钱 我就不能干 那这事得看你的态度啊 妈 你跟他过日子你得去商量啊 那我这把 我得找你要钱啊 那我跟你儿子结婚 现在我拿十万 他拿两万他都不能干呢 那你得问问他 能拿两万吗 那能 那能 哎呀我的钱 这笔账可真会算的 那妈你找他干啥呀 那不要 即便就是怎么样 你都要生存 也不要去就因为生存 现在有元老的 还能不差 那这个新的金钱呢 钱也随便做 对 跟钱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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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是这话是跟我置气呢 还是跟你置气呢 没有没有 你要那意思的话 那我回去又跟你儿子就谎了啊 那怎么办呢 那就看那什么呗 看你儿子是什么意思呗 那我就这样你多拿点钱呗 我拿两万 你拿十万 拿十万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钱 你有九万呢 九万现在也谈不到 八万 八万 五万块钱吧 五万块钱 嗯 再多拿不出来了 哎呀 妈这连一半都没拿到呀 那咋办呢 你你觉得咋样啊 就拿五万块钱啊 那剩下钱你能过天啊 妈 不能我就两万 那你看你这事 那这婚还结不结呀 不结了 妈你这话说的 你不结了 我也不结了 哈哈哈 想再重找一个 重找一个 嫁给你家人这么累 直接给你买个二十二万的 他能说撮合一对是一对 一下杠黄两对 哈哈 你家人你是慢开玩笑的 在跟男嘉宾沟通吗 这一场 没有啊 就是真的 这也很正常 爱人是吧 就得爱儿媳妇 你知道不 我儿媳妇不同意的事 我肯定也不同意 那就是说 如果你儿媳妇 认为对面没给他拿钱 不同意 这个人跟你在一块 你也会牺牲自己的幸福 不跟他在一块了 我觉得他不舍得 跟我儿媳妇花钱 我也没啥幸福 其实在演这个情景剧之前呢 我看到这个脚本 我就知道 就是一演 我叔肯定会生气 肯定会接 为啥呢 因为叔在上场之前 跟我们导演也好 跟我们栏目组也好 沟通过 我最忌惑的 就是上来给我提钱 王阿姨刚才说那个话 是爱儿子 但王阿姨说 志气说 他拿两万拿十万 其实阿姨也是 配合我在考验您 如果说真正生活在一块了 就是说钱的多少 那就根据你生活条件 比如说像我们俩 如果将来真成家了 现在我俩 比如就十万块钱 搁着刀子 对不对 你说他要十万 就把这十万给 我们俩怎么办 你现在你不能考虑到啥 你也考虑到自己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 一旦哪天突然出点什么事了 我的 你是不是得需要钱 那现在我要是条件好 我现在 就在带他吃饭 我就能在他好好过 那终于能去跟儿子要 现在还是跟姑娘 那你现在只能说啥呢 条件不允许 现在我只能说 我条件不允许 我就不找也无所谓 但是我条件不允许 情况下 我也不能打中脸去冲胖子 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一定有你儿子的身影 是不是 您需要有一笔钱 去给你儿子吗 不需要 然后我现在 我就觉得 但是爱无及武 然后他要是接受我就应该能接受儿子 现在我儿子挺好的 如果儿子一分钱不从你要的情况之下 你会要求对方给你多少钱吗 不需要 然后就共有稳当生活就行了 生活大了 那你俩的钱会攒到一块 成为你俩的共有财产 那不会 因为我的原则就是说的 我还想花男人的生活费 然后我还合理 我要给我自己老了再攒一点钱 因为我保 我一直因为我没有房子 如果我跟男嘉宾要是登记结婚了以后 假如说男嘉宾走在我前头了 那这房子要是儿女要去了 我还是没有房子 我要有一笔居心 我最起码我还能度个晚年 如果你攒的这笔钱 途中你的丈夫 先人丈夫得病了 真的就没有这笔钱了 你会把它拿出来填一下吗 那我会跟他生活在一起 那时候我会省一点 尽量你少花点 要攒一笔积息 也就是说你这笔钱还是不能动 只能动你用他的那笔钱省下来的 是吧 另外你这个考虑吧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问题都考虑了 但是对方你得考虑 比如说真正融合到一块来 比如说女方有病了 你拿你继续也得给他看病 男方有病了 你该拿出继续也给他看病 如果能达到这种感情的程度 这叫真正的福气 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 那就不叫福气 男嘉宾你这个说到点上了 钱谈不谈一定要谈 因为在在混沌生活当中 如果真的不谈钱 一片馄饨往前走 根本走不下去 所以谈钱的时机在哪里 一定像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一定是 达到一定程度了 对 就是两人之间交往 甚至有点都是分开了 这个时候平静下来 咱俩这个钱怎么来支配 怎么来花 每个月是眨点还是花光 还是怎么的 这时候俩在谈这个事 或者是比如说 那如果真的到那时候 就谈崩了咋整啊 感情错付了 谈崩了的话 那就肯定有一方 要提出不同意了呗 对呀 那你说你俩出了一年两年了 然后出的感情水深火热的 然后彼此分开了 突然发现根本性能吗 你女嘉宾依然坚持不行 我这个钱必须攒进来 那他这个情况吧 那所以说上来就应该谈钱 上来谈 看对方是啥态度 那不就一眼看出 他是咋个事了吗 对呀 那你为什么抵触一下 你上来跟你谈钱 不能处就不处了 我知道了 你是接受不了 上来就从你要钱 对 不是说谈钱 要钱你接受不了 对 是不是啊 看的线杆挺好 你给我买一个呗 所以说谈钱 感情基础各方面都没有的话 咱说咱们的人都应该理智一些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要听懂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两个人在一块 是可以谈钱的 坐在那儿 可能把所有条件框块来说完 合不合适 合适咱俩继续交往 来接聊 请二位来上边 来有请 好的 接下来 首先要请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微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 好不好 哎好嘞 好的 男嘉宾一再强调 两个人在一块 一定要有感情 但是呢 有一句话叫 触对象 谈恋爱 也就是说 这个感情是需要时间 去证明的 也是需要时间 去互相想一想 值不得我对你付出感情 来吧 男嘉宾 两位女士都见过面了 接下来 有请二位同时上场 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又请两位女嘉宾 再次登场 请看大屏幕 在我念题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 来问对方 一 如何看待婚前财产公正 二 牵手之后两个人的钱财 怎么分配 三 多长时间换洗一次 床单被罩 四 如何看待网上热议的 女士要20万彩礼 五 你愿意跟子女同住吗 六 你最想去哪旅游 首先要求我们的 一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来问男嘉宾 你愿意跟子女同住吗 不愿意 你需要跟子女同住吗 我也不愿意 好 来 二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六 你最想去哪旅游 要是去旅游的话 就是到那个 日本 好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对面两位女士 二 接手后两个人的钱财 怎么分配 来 各一生活 那个各位的钱财 一个人放着吧 嗯 再吃饭那啥呢 吃个费用啥的 互相花点 哦 好 二号女嘉宾 嗯 已经表达过了 我觉得应该是 一切费用难以承担 好 来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好 接下来把花 折在你的手上啊 好了 有请三位 背对背站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请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男嘉宾确实长得挺年轻 嗯 就生气了 吃点东西 慢慢慢慢心里平静 这问题就解决了 嗯 嗯 哎呦我都喊 胖地 女嘉宾胖地腿伸直 使劲 抬起来 帅 哎呦天 你上哪儿跟那个男生 聊得怎么样啊 嗯 还行 我看那个男嘉宾 还对得应该还挺好 你觉得这位算不算是 你见过的所有男嘉宾当中 比较优质的 嗯 应该是 离婚的男人 你觉得好像不靠谱 我要有一笔剧情 我剧情码 我还能度个晚年 我这个问题就是啊 你别提钱 一提钱吧 有点 我就觉得有点太熟了 有点太熟了 哪里不能选对女的呢 女的啊 女的 女的她应该能选 以后能选对方的 我可以不得选 你要问她选不选 那对方也同意她能选 请选择 请选择 一个临时小公主 一个温柔小女人 面对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人 精致男嘉宾该如何选择 选择那个啥 对方临时小公主 对方临时小公主 要走开 终极迷离稍后揭晓 喜讯 特大喜讯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震撼上市 真正做到打电话不要钱 不插手机卡 不用电话费 免费畅游 为快速抢占手机市场 原价3980元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今天只要您看到宣传 打进电话抢先体验 只需超低价299元 你还等什么 请立刻来电 您好 叔叔阿姨 这是我们通信城上市的 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它里面加装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管您是打试话还是打长途 通通都是不要钱的 打电话不要钱 不可能吧 我不信 叔叔啊 我这绝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内置了免费通话软件 不需要查手机卡 只连接WiFi 通过网络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打电话当然是不要钱了 那现在你把你的电话卡爬掉 打我的电话试试 好的 再获取出手机卡 只连接网络 打开我们内置的通话软件 我的手机号是178 通了 真的通了 看来这打电话免费是真的 对的 我们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利用智能互联技术 无论您是在何时何地 只要处于联网状态下 不需要插手机卡 也不需要插网卡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内置电话软件 直接拨号 当然不会产生电话费 那免费上网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它内置一个高科技WiFi 免费上网模块 不论你上什么网 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它更有语音天使功能 不论你是想播号 想看视频 还是想听戏曲 相声 只要说一句 马上就可以打开了 通话不要钱 上网不要钱 这一年呀 光这上网费和电话费 都省了省好几千块钱呢 没错的阿姨 而且我们第六代全新发布 正在电视上举办大型体验活动 原价3980的第六代三尺智能手机 现在只要超低价299元 而且现在打电电话的观众 加199元 我们再加速价值1680的满天心金钻表 好 你的边界 由你自己掌握 爆发 你可以更强 双慧王中王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 就是双慧 请选择 好来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是 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起跑线 就是想法都不一致 就是感觉想法大相径庭 是吧 来 2号你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男嘉宾很优秀 但是演员差一点 选择那个啥我 对的演员还行 对的演员还行 现在问题是他没有转身 所以说你现在你开行 对的演员还行 已经也不行了 那就是没有演员 对 互相就是没有演员 但是呢 我觉得女嘉宾 你应该知道 在你择偶的时候 最关心的话题 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是这样啊 来吧 非常遗憾 没有选择成功 也希望在下一次 如果你们还愿意来到 马爱的选择舞台上的话 希望能够选择成功吧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好 谢谢 找个皮肤稍微白一些 身体微胖点 求演员的 我想找个珍惜感情 真心对我的男士为伴 我想找一个有担当 有责任心的男士 然后有住房 工资在3000以上的男嘉宾 我想找一个身体健康 大度有双毛的男士 我想找一个彼此欣赏 互相吸引的男士 相依为伴 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又遇到了一位 让我挺着急 也挺心疼的一位女士 她在择偶这方面啊 有点喜马哈的 用咱们东北话说 我希望她能够再来到 马爱的选择一次 在这里让我帮她把把关 让咱们帮她看看人儿 我真怕的第三段感情